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到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致批评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 罪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探讨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能够令到这个问题真正被解决呢 好了,今晚我们这个题目 是2012年 世界右章末日妈 其实呢 我们过去在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都说过一下 为什么我们又再来到翻散这个节目呢 其实最主要是 最近我认识到一位朋友 他今天成为我们的嘉宾 Yves Chan 还有另外一位 Kedora Lee 他两位 最近在美国 7月份去美国 去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那边他经历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令到我说想起了 那就是 这件事 在对人类的将来 人类的未来 其实有什么启示呢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过去 在香港 讲世界每日 世界每日 最令人 切身感觉到 就是那个地球的暖化 那我们的水位会慢慢地上升 那我们也都看到了 地球上有很多地方 譬如 Bengadeth那里 那其实有很多的村落 近海村落 其实已经被海水淹没了 那我们都提及了 在曼谷这个城市 每当下雨的时候 基本上曼谷这个市震 其实根本是 就是浸了水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那个微南河 去游泉河的时候 那你看一下水位 真的不是很多 就是大概是 四 可能五尺六尺位而已 那水就会浸过去的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 在我们的香港的 就是世界各地的大传媒 都提及 也都很多不同的电影 那我也都记得 在那个BBC那里 都有些纪录片 都要讲 就是如果真是2012年 如果是世界每日 是将会怎样每日呢 那大家可能都未知 就是为什么有这种 这样的说法 2012年是什么意思呢 那原来呢 在我们的很多的力法里面 包括玛尔玛雅族的力法 其实我们那个古希列 印度 还有那个 我们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力法里面 都很有趣的是 那个力法是 所以令到很多人开始揣测 那是否代表到2012年呢 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呢 就是又要末日了 那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坊间很多这方面的节目 那其中我 我都在BBC看了一份呢 就是说那个太阳 出现很多这些 所以叫做黑点 Sun Spot 那这些这样的 太阳的黑点呢 其实会影响我们地球的 发电厂 或者那些 就是那个转电站 的供应的 那很多时候会破坏了 是令到我们那个转电站 是全面毁灭了的 那大家都很明白 就是今时今日的文明人的生活 是很依赖这些这样的电力供应的 那如果它是真是 因为这个的现象呢 是导致 比如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啊 全部停止供电的时候呢 那大家可以想象中 那个情景会是怎样的 那在那个纪录片那里呢 很有趣的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呢 或者什么呢 他说的发生呢 就是他当然访问一些 很出名的科学家啦 那么他说这些是 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那么他都是说到 是2012大概11月了 那么之如此 那就是你想起呢 那时间上好像有几万个 那你再去看一下 其他的资料呢 那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地球那个 那个南北的那个磁场呢 是到一段时间呢 就会反反的 那当然了 在那个反的过程里面呢 地球上很多生物呢 是其实依赖那个磁场 的感染的吸引 是令到他 就是可以知道方向感啊 那 捏蚀的能力啊 还有人类在我电脑里面都知道啦 其实电脑是一个磁场的记忆体而已而已 那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的地球磁场呢 在某个时间呢 是倒转的时候呢 那当然了倒转呢 由南 退北呢 过程呢 会去一个是没有磁场的 那跟着才再出现的那样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基本上呢 地球的生物呢 都可以说呢 是 就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 好了 但是呢 什么时候出现呢 大家估计上又不觉得 但是2012会出现啦 那其实很多这方面的说法啦 也都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我们的地球呢 是曾经是经历过呢 一个很大灾难性的毁灭 那就主要是一个恒星呢 就是一个鬼星是经过 就是 当时经过地球 接近都很接近 那引起很多的海啸啊 或者冰山的茸茸啊 那我们都看到一些卡通的那些节目 都有讲这个现象的 那有一种说法呢 说呢 这个恒星呢 就快又会回到地球了 那的时间上呢 又好像很吻合啦 那就是多方面啦 那大家一想起 世界毫日呢 都想着大灾难大灾难的 那当然啦 大家记得犹新呢 是Y2K那时候啦 是不是当时有很多书食啊 坊间上有很多啊 又说会大灾难来啦 那结果就没什么发生的 那很多人呢 就会小心一点 这次啊 就是不会有 不会有一个Y2K的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到 那 但是到底是 就是 将会是怎么样呢 将会发生什么呢 那这个的转类 是怎么样形式的转变呢 是不是一个灾难性的转变呢 还有很多人的不同的说法 这个转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转变的 那我们嘉宾呢 Cardora呢 和Yves呢 都在这方面呢 就是可以这样 就是怎么形容他们呢 其实Cardora以前是读 读经济的 但是他在工作上呢 就是很明显 跟经济没什么关系的 他就是做一些治疗师 用的能量方面的治疗师 他自己也是一位香薰治疗师 那他美国呢 都是有一个认可的 那个催眠的 C的资格的 那这个呢 他自己呢 就最简单的形容他 他都是最近呢 这几年呢 是追求追求追求的 追求很多人这样啦 追求的真理啦 追求人生的目的啦 人类的最后的取向去哪一处啦 好了 那我 或者请我们两位嘉宾呢 讲一讲 就是他对这个2012年 他所认识 就是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真的世界有缘活日呢 如果不是 那在他们的所认知里面呢 其实会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好 我是Cardora 那不如我先说吧 那其实我对这个题目呢 都做了一些research 都 两三年左右啦 由于是因为 真的在网上 流传了很多 有关的 就是世界末日的消息啦 那其实 很多都是令到人 都挺恐惧的 就是产生一些 负面的讯息 怎么办呢 很多人的反应就是 那怎么办呢 2012 那我 未来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应该花钱好呢 我是不是应该不要买楼呢 就是 就是很多 问号 那 未来 还有四 我现在还有五年左右 都不够了 好像是吧 那 那 引发起我 其实都做了很多research的 那 首先 有人都说 马亚力法 就说 2012 11月21号 就完之后 就没有讲到 那 那 那我就 从马亚力法那里 就着手先 那我就 其实就 都看了有关的 有关马亚力法书籍 也都 就是 可能性发生 那都是一个预测 科学家 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发生 但是根据我所知的马亚力法 其实它是 其实马亚 它本身的民族 它有很多种力法 总共有22种 而他们所说的 末日的那个力法 其实叫长力法 long count 那 它的那个力法 就在2012 12月21号 完 那 根据回其实马亚民族 那些 古老民族的人 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 那个 它所 计算的 那个 力法 在2012 完 其实它是进入 它所谓的 第六 的世纪 第六个世界 这样的 那 我们在87年 其实1987年 刚才它在第五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完结 那 我们有个 空荡期 它称为 启示期 那 它就是大概 25年左右 那 根据回马亚人所说 就说 原来 这25年 就是一个地球的 更新淨化期 来的 那 在一个 个人层面上 或者社会 或者国家层面上 都会经历 一些 一些根深 一些淨化的 那 我们的人类的意识 会有一个觉醒 和一个转变 那 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年代 我们比较 着重了一些 物质的文明 我们日常生活 那 就忽略了 我们一些精神的 精神那方面的 醒觉 或者一些 修为 那 其实就是 我们会注重 我们心灵上的 转变 那 其实再 再 深入去 看回那个 马亚力法 原来它是 说着一个 意识上的 进化 人类意识上的 进化 其实它这个力法 其实都很复杂的 因为它是 不是 我们普通的力法 是根据我们的地球 如何围着太阳转 太阳 如何去 计算到我们 365日的力法 但它的马亚力法 其实是 不是用那些 星来计算 我们的日子 是 那个 能量 一个能量的 周期 来计算 那 来着 2012 原来就是说 踏入了一个 那个 马亚力法 的大周期 的最后 那个 20年 我们就会 有一个 很大的 转变 那 所有人都会 有某个程度上的 改变 内心心灵上 是的 我所看到的资料 它说 这个力法 大概二万年前 开始计算的 那它有 就是有 不同的period 那 第一个 叫做 第一个 太阳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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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是一个 是一个 火的元素 那是 属于一种 就是 女性的 能量 为主导 那 到第二 太阳 那个 那个 时段 就是 比较 男性的 能量 那 亦都是 一个属于 土 的元素 那 第三个 也是 女性的 能量 是一个 空气的 元素 那 第四个 就是 属于 也是 返回 男性的 能量 体 那 也是 水的 元素 那 但是 到 2012年 10月21日 就会 进入 第五个 太阳 那个 那个 时段 那 这个能量 可以说 是跟以前 不同的 它是一个 男女 都平衡的 那么 它进入 是一个 Ether Ether 的元素 那 Ether 是什么来的呢 那 其实可以说 一个 一个 空间 可能 一个 真空 的状态 那么 它说 这个 第五个 太阳 的 时段 是会 一个 比较上 一个 一个 新的 智慧 会出现 那么 你可以看到 在某个程度上 我们过去 二万年来 根据 玛雅的 历法 其实我们经历 不同的 时段 只不过 是一个 意识上 灵性上的 时段 那么 它就不是 说 一个 世界的 灾难性 的 时段 出现 那么 所以 很多 的 分析 都说 其实 我们是 说 一个 人类的 意识 的 转变 那么 大家都 知道 我们 人类的 历史 的 发展 是 发展得 很快 就是 从我们 小时候 看黑白的 电视 到 现在 今时今日 你持有手机 就是 全世界 都得到的 那么 所以 这个 是一个 很大 很快速的 改变 那么 这个改变 很明显 可以说 在预期 预测 到 我们是 进入另外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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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到 地球上 有很多 不同的 危机 出现 那么 就是 一个 不小心 我们可能 就有足够的 力量 是 摧毁自己 那么 所以 在我们 的 在 现时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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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人类是 需要 转变的 指引 就是 在我们 在 不同的地方 有些 有什么 指引 呢 那 Cadorah 和Yves 最近 就去到 美国 一个 一个地方 那 他早期 是因为 看到 一本 书 关于 名字 叫 Talos Manchester 原来在美国 南加州 里面 是有一个山 叫做Manchester 是一个 比较 灵性 很高的地域 很多人都会去那里 去寻求一个 灵性上的 尋走 有些人会在那边 他就会 去做 集体的 冥想 他们感觉到 有一种 很特别的 很特意的 感觉 我想 Cadorah 和Yves 在这边分享一下 你那个地方 你当时 为什么会去 还有 你在 最近 7月份的 你经历过什么 各位听众 你好 我是Yves 我最近 跟Cadorah 去了 美国 一个地方 就好像 袁医生 刚刚说 叫 Manchester 先讲讲 这个地方 在哪里 Manchester 就在 美国 加州 的 北部 它就近 Oregon 州 边境 其实 这个山 有什么 特别呢 首先 它是世界上 其中一个 最大的火山 Volcanic Peak 亦都是 在Sierra Nevada Mountain Range 里面 其中一个 最宏伟 最庞大的 山 来的 他 说 少许 关于 山的资料 大约 在海拔 14,162尺 高 最特别的地方 亦都是 其中一个世界上 最神圣的地方 被称之为 最神圣的地方 有很多新时代 New Asia 或者 spiritual secrets 都会慕名 因为那里的神秘 的myth 特意去那里 去探索一下 吸收那边的灵气 是的 其实我和 Cadora 去那里 其中一件事 都是去做 这件事 也有些人说 假如 你的第三眼 是比较 发达的话 你会看到 会有一层 薄薄的 紫色 颜色的能量 包围着山 你远远 可以体验到 可以感觉 假如 那个人 是比较 第三眼 比较 发达的话 也有很多人 去过 Manchester 的人 都会说过 他们有些很特别的经历 例如 他们会看到 很多不尋常的光 又或者 会听到 很多不尋常的声音 是的 很多 很多 strange 的 experience 也都在过往 近 我想 由1930 到 到 至于现今 有很多 不同 去过 Manchester 的人 都出过书 讲述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其中 一些经历 就包括 遇到一些 不是 跟我们 有些分别的 beings 有很多不同的 encounters 好了 在这方面 你有没有 你无名而去 看资料 你去到之后 是不是真的 体验到那些东西 确实是的 我和 Cadorah 两个都是 很blessed 很fortunate 我们是 看到UFO 之外 我们拍到 一些 类似UFO的光体 我们只拍到 你们自己 用你的相机 用你的录影机 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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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了 追求 认识 一些人 这方面的经验 我曾经 飞飞到 City 去Melbourne 去Nibus 这些 那么远的地方 去找 但始终 很可惜 我真的 我还没见过 记不知 有时候 我认为自己 都挺 灵性 挺重 但 肯定 没有 是很圓的 我甚至乎 大家看过 Independence Day 那出戏 去之后 吸了你上去 我不理解 有机会上去 我都上去看看 大家看过 西游记 也听过 天上一日 地下一燃 可能我上去 回来之后 过去都老了 Anyway 那你 看到些什么 你拍到些什么 我们拍到 在照片上 我们原本 就是拍一些 Cloudships的 云 是下午 我想大概 5点 6点的时分 我们看到山上 有些雲 所谓的Cloudships 听闻说 那个山顶 那些雲 是经常会出现 而有些人就说 因为它的形态 好像一个UFO 很大 好像一只Mothership 就说 UFO 它们会用一些 它们很高的科技 就聚了 天空上的湿气 就聚成一块雲 就一个形态 其实就是 它们躲在里面 我们看不到 其实UFO 它可以不让我们看到 但为什么它要让我们看到呢 因为它们真的可能想让我们看到 它们的变化 其实真的很多 你看上去 你不觉得它真的是云 你看到 它的变化 一秒两秒就变得很厉害 它是可以突然间出现 突然间消失 是很快 我想短短10分钟15分钟 我们拍了很多张近乎 八张照片 是不同形态的 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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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状的云 是的 是的 都很惊讶 因为它们的形态 真的好像一只飞碟 好像一只飞碟 山口 这样想到 可能有热的气 或者有冬的气 可能在那里 上面那些云层 就会被这些火山的热气 山上的雪 就会影响它 所谓的形态 你可不可以因为这种东西 你这里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它们是因为受这个山物的影响 令到它温度的突发的改变 形成的云是改变 其实我相信很多科学家都想用科学去 去认证 解释 但也有些东西 其实真的科学解释不了 也有些人说 曼萨斯特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 底下是一个 飞碟UFO的基地 也有很多 不同星球的UFO 或者外星人 他们会在那里 进入山底 地下 所以其实在山那里 看到UFO的机会率也挺大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云的转变 有时我会看到它 刺眼间一秒钟会消失 以及有形成的 很快 几秒钟消失 突然间 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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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了清了 清了清了清了 清了清了清了 然后又回到出来 是 那形态是不同的 几秒钟它可以有不同的形态 不像我们用气象壳里面 或者气候的现象里面 有时你可以做到龙卷风 做出很特别的形象 但据我所知 未听过 可以说 消失了 变到空气 然后又变回水晶体 这个又 还要周围的天是没有云的 你要知道 只是在山顶上 不就是有一块云 是一个山 还是很多的山 是一个山 一个尖 好像像山那样 很清晰的 在山上看到这个现象 当时五点钟 其他的环境很清晰 只是那里有些云感来变化 那我们正在拍 我们拍了几张照片 其实不止几张 我们一直都拍 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些云 好像类似一些飞碟形象的物体 我们就会停车 然后就在那里拍 每隔几秒拍一张 每隔几秒拍一张 我们就有一个sequence 是拍到云的变化 而那幅相片里面 假如有人需要考究的话 他可以看时间 看日子和时间 因为我们有过去拍摄的日子和时间 他看回就知道 其实不是隔了很久 云已经变化了这么多 如果有人是要trace 那这个究竟是不是一样 天然去营造的东西 还是有其他的能量 而令到它出现 没有人知道 这些大家就要知道 那你讲的是一两秒钟的变化 一至数秒的变化 据我们所知 如果一个蒸气体 或者你是从一个很热的地方 走去冬的地方 你会看到蒸气 一两秒钟都看到 但你说的形状是挺特别的 我相信真的要看一看 如果他想看 有没有机会看到 你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 其实可能Cadora已经把某部份的相片 就post在我们自己的Facebook的album上面 Cadora也将某部份的相片 post在自己的blog上 假如有些朋友有兴趣 他可以email 问我们拿网站 或者我们会把你的当时泄录的资料 包括视频也有的 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网上 在这个节目后面 你可以去连接去看 我也没有机会看到 我也很开心 终于遇到一个人面对面 没什么需要骗我 没什么需要骗我 李永康 我想问一下 你当时有没有带其他的电子设备 例如电子的手标 我反而怀疑不是蒸气 而是能量 例如很高的磁能量 Electromagnetic Fuse 反而我怀疑是这样 例如你的电子设备 会有些不同的 例如霸发那些情形 你手上带这些电子的仪器 有没有受这些干扰 没有 因为我们是距离可原的 那座山 我们一直在开车 我们在马路边拍 一直上山时拍 我们也不是一次半次拍到 几天里面有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日子拍到 而我们去过那里 我们会做很多 spiritual practice 例如去做meditation 我们身上不是带了很多的电子议器 起碼你的摄录机没有受干扰 没有受干扰 即是这不是一个磁场的现象 我们带 digital camera 是的 我用了一个 digital camera 我们也用过 digital camera 不只是拍 UFO 我们也拍了很多不同的景点 其实看出来的结果也是不正常 正常 其中某一些照片 我们是拍山顶 我们在拍 Cloud Ships 拍了一会儿就不在意 其实我们只是很焦点 因为有些雲变得很漂亮 我们不定就很焦点去拍这件事 后来我们再看照片的时候 Cadara就很眼力 在我的相机里面 她就会看 咦 为什么有光点呢 然后再放大光点来看 那就是很清晰的看到光点 以我对飞机的认知 或者一些飞人物体的认知 就不像飞人物体 是一些光点 是一个 即不是一副普通的飞机 不是 因为我们是下午拍的 如果天然是很清晰 假如是一架飞机 我们会看到一架飞机 而不是一个很光的光点 是两颗光点 即是有四点 四点也有四点 在一个五点钟 一个晴蓝天空的下午 是 你可以看到 即使是反射光 也不会那么光 是 那你任何飞机 你开了灯都不会看到 即是这个一个 即是这个 这个现象是 没有我们地球上的飞行物体 是可以在一个光天白日之下 是产生这么高强度的光点 是被你掌握到的 好了 那你当时 只不过 那个魂的转变 令到吸引你去拍的 那你都没有想到 就配合 可能有一些 不明来力的飞行物体 或者飞碟 好了 最近 你放光的时候 你看到 有些很特别的东西 有些光点 那你就去放大 放大 那你看了些什么 放大了之后 就是真的看到两个光点 旁边是什么都没有 只是很光的光点 即是你看到有实物的 纯粹是两个光点 即是四点光 很光的 那光点是浮在那里 不移动呢 或是飞来飞去的呢 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我想 其中一张照片 是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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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一个动画 是可以看到的 我动画 就是另外一个时间 晚上去拍到 就拍到一些 移动的光点 即是初头上去的时候 看到一些星 因为那天是黄昏 太阳开始下山 就是下到尾了 还有少少微光的时候 看到 以为那些星星出了 看一看 都很漂亮 突然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 那些星星会移动的 大家以为大家眼花 但再看一看 不是移动的 真的不是静止 是真的会移动的 而一般的飞行物体 当它们飞行物体 它们飞行物体 它们的轨道 应该是直走的 慢慢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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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看到那些 所谓的星星 它走的轨道 就是很不规则的 会挑来挑去的 G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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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 有时会S字 这样走的 那它又不是向前 或向後 它是徘徊在一个地方 以S G Z 这样的形状 不断地走 那我就用我的Digital camera 拍下了 这是动画 你会看到它的光点 你看到整个动画 你看到整个动画 很清楚看到不同颜色 它是闪红 橙 黃 綠 藍光 紫光 是的 你是看到它的 因为我Zoom到的时候 一开始看不到的 但后来播出一段影片 你会看到一个光体 在不断地自转 一直在自转 而自转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颜色 一般来 因为那个声音很静 我们听到飞机 而我们观察过 那些飞机会一直直走 而是会有声音的 而光在一直在动的时候 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 即是在那个时段里面 你也都见过 真正的人类的飞机经过 那你可以看到 它那个飞行的轨迹是怎样 是吧 大家都知道 要飞机经过会很吵 如果你是超音机 就更加吵 而你看到 那个光点的飞行物体 是跟我们所一般人看 一般的飞机 是飞行的形态是很不同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 即是在我们一般人说 就是UFO 看了多少遍 看了多少遍 你去到多少天 我去到多少天 我去到八天 CADORA就去到十天 十天八天 我们就上山 如果说晚上 我们就有三晚上山 第一晚 其实我们就看不到任何UFO 我们纯粹是看 因为那天是月圆 我们是欣赏月亮的 之后隔了两晚 我们就上去 看到第一晚 其实我们跟另一群人一起上去 即是当地的人 美国人 各人分别都看到 至少一只UFO 其他人有多少人 十个人 其他人 我们整个群人 有十二人 计算我们两个 十二三个 即是大家都拿相机拍 是的 我们有个朋友 是有望远镜的 是的 我们用望远镜 是的 但当天我们就没有拍照 因为那天大霧 大霧 但他们就看到 看远镜就看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UFO 即是光片 光片 互动 这是三晚内 第一晚 没有什么机会看到 因为看过月圆的月亮 欣赏月亮 第二晚 因为天气关系 你都没有刻意去拍照 是吧 那第三晚 你便拍照 補充一点 第二晚 第二晚 后来我们临走的时候 看到一个飞行物体 初来我们都以为是飞机 但什么看真一点 原来不是飞机 是真的 它是一个飞行物体 就飞向山顶上 那不像飞机 但我们都不确定 Yves也看到 我们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飞机离架 其实我们自问 自答 然后看看 好像不是 我们看到他 其实在同一位置 一路转转转转 转向山顶之后 看到他是直落 vertically直落 就落了山上 我们看到他的飞行轨迹 后来就很肯定 这个不是飞机 除非那架飞机 而且飞机没那么快 是 因为在一秒里面 就由山顶 已经进去山里面 之后就看不到 是啊 也没有机会拍照 或者拿望远镜 因为太快 也太快 是的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留意 在你的旅程之中 山里的植物 或石头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如果有那么多飞机 即使有那么多UFO 都不停的 好像当一个 延基屏 上上落 一定会放出很多 不同的能量 会影响到 当地的生物 或者 当地的 礦物质 都不同 有没有发觉有什么特别 因为在山上 景色是很优美 真的很美 而我们感觉到 一些能量的不同 即是你在山顶上 和山脚下 或者在市场 能量是不同 你感觉到它是 好像在另一个空间 就是听人说 它是一个平台 你这个地方 其实你已经在不同的空间 你不同的空间的存在 但只不过你看不到 你能否感觉到 譬如你身体的 轻了 重了 或者你的行动 好像快了 有什么感觉 我想它的感觉 是飘一点 是的 或者飘 一万几千尺 空血薄弱 是的 可能养分不够 可能高山症 可能不会飘 如果是那么高山症 你觉得很辛苦 因为它的高能量 是高能量的frequency 很高能量的vibration 是的 我的感觉就是 所以我懷疑是能量 令到你有这样的感觉 嗯嗯嗯嗯 好 那我们先休息几分钟 再继续今晚的讲题 如果大家听众 有这方面的经验 或者想和我们分享 你可以打电话 给我二线电话 是21341134 二线电话是21341134 或者可以在ICQ留言 439457249 或者ICQ的号码是439457249 好 休息数分钟 我们会继续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dot-com-dot-h-k 好了 我们很快回来 继续我们今晚的讲题 就是关于2012世界 是否真的又要再面临的末日呢 除了我们的主持人李永康 还有我们也有两位嘉宾 Kodora Li和Yi Chen 我们刚才也说到 李永康也有提及 你在那里见到一些 有没有看到很特别的现象 我刚才也看过 其实这个在高山的地方 那个天气是很清新的 阳光充足的 不是一个落雨而大雨淋的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 风和日丽 一个很漂亮的景象 北美洲其实有很多很漂亮的景象 那有没有再看到一些 平时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你也也解释不到的 有的 回应回李永康其中一个问题 在山上有没有看到一些 动物或者植物 会有不同的行动 或者一些异象 其实有的 亦都拍到相片 其实在曼切斯塔的山中间 山腰那里 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Natural的花园 叫做Panther Meadows Panther Meadows 那里其实是一个 另一个在山里面 很 sacred 很 sacred的地方 那我们去了那里 打算欣赏一下 那些花花草草 去到的时候 因为那里之前 在过去那几十年 因为很多人上山去做Camping 但很不爱护当地的环境 曾经把那里的Nature 曾经把那里的花草 是在那里烂烂的 那最近那里的Nature 那里的那些人 就将它 平时就会封了的 只有七至九月 会解封给那些人上去 而当上到那地方的时候 就只可以跟着一条 很幼很窄的石 和泥造的直径 而跟着去慢慢走的 那当日呢 我们就一群 我们十二人 上到山上去 在我们停在Panther Meadows的中央之陣 我们在这条径上 突然间有过百只 我想那里应该是几百只的蝴蝶 突然间飞去我们 那围着我们 飞了一会儿的时候 然后在那条很幼的石径上 停下来 那怎么解释呢 为什么蝴蝶会无端端 不飞去花 旁边有很多花 蝴蝶应该是喜欢花蜜 喜欢花的香味 又会被颜色吸引 但是为什么它不在那些花 而会飞在那条径上 在我们前面 过百只 停在那里呢 那个径是什么径呢 是很多岩石呢 或是泥的径呢 泥铜石 泥铜石 很多香港人行山径 都是这样的 但是很窄的 但是很窄 一点都不宽 一尺半松 一尺半松 少于两尺的径 一个人走 只可以 如果它停在那里 那你走过去 你走过去 其实我们也曾经走前 因为我们前面 它们会飞走 但它们会在我们后面停回 停回来 是的 它们好像会让路 但是它们会飞回来 那那个径是多长 你说的是十马长 还是很长 很长 很长 我想那里十多米 平均分布在十多米 十多米长 而大约一尺一尺 多一些阔的径 那这个你解释不了 如果你说是颜石 那可能有些特别的磁场 或者有些特别的温度 令到它聚集一个暖的颜石温度 那下面有水溪 那水溪就不会跟着径走 所以横过就横过 那这个挺罕见 我从来没见过的现象 是的 那我们拍了一张照 如果有兴趣 我们想看一下 究竟那几百只蜂蜂蜂 如何在这个劲上 那我们也想 嗯 好了 那从 李永恒问你们 你的感觉如何呢 是不是飞飞而言的感觉 很喜悦的感觉 或是一种感动的感觉 或是很激动的感觉 或是很憂愁的感觉 或是很憂愁的感觉 对人家的问题很憂愁的感觉 你到底是这样的感觉 你的感觉会不会因为高山症 然后养病不够 飞飞而言 好像吃到迷惯了那种感觉 一万一千尺 又不会高山症 哈哈 我们是去到七千尺 那时候 七千多尺 那就不高山症 不要高山症的幻觉 不会 OK 好了 哈哈 哈哈 很澎湃 其实上去的感觉 挺澎湃 很激动 很激动 有些很开心的泪水流出来 你会看到人心里面 你会看到这麽美丽的地方 的感觉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对我来说 是的 好了 那你刚才提及了 那你为什麽 一个神圣的山蜜 是一个大的火山的地位 那其实它下面是隐藏了一个古代的文明 是否已经是仍有活动的文明 或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文明 那背后有什麽的故事是讲这件事的呢 那这个就会去回 究竟为什麽我和Cadora 两个会去了那地方 那其实我们就是看了一本书叫Talos Talos Talos T-E-L-O-S 那这本书就是讲在Mountain Shester 下面有一个地底城 叫做Talos 而那里呢 住了一个文明 叫做Lamurians Lamuria 那我相信很多听众都听过 亚特兰提斯的 无论在戏 不同的戏 或者卡通 或者甚至有很多人 如果喜欢看一些关于古文明资料的 都会come across 亚特兰提斯 Atlantis 这个文明 但是没有什么人听过Lamuria 那我先讲讲 究竟Lamuria 和亚特兰提斯有些什麽关係 那其实在几百万年前 地球 其实分了七大洲 那有很多不同 相传 有很多不同的外星文明 就来到地球去居住 那为什么 既然有那么多人住过 有几百万年的记录 那为什么那些记录 在地面上不存在呢 那就是因为 曾经这些记录是存在过的 但是当亚特兰提斯 和Lamuria 陆尋的时候 就这些记录 都已经埋没了 那在过去 地球 根据那些记录说 地球其实就很美 美得我们不能想像 绝对 不像现在那样 是比现在更美丽的 那时候 有不同星系的居民 来到地球生活 那组成了一个地方 叫武大陆 Marderland 那后来 直到叫Lamuria 文明 那大约 那个文明的存在呢 就是由大约 四千 不是 四百五十万年 BC 至到一万二千年前 那 那 这个就是Lamuria 那个存在的 時期 那 根据 根据这本书里面说 Lamuria 是因为 和Atlantis 这两个当时在地球上面 最 最高度文明的 两个 两个 Civilization 因为打仗 而 先后 在二百年前后 跟着 绿沉了的 那 Lamuria 绿沉之前 大约二至三万年前 他们那时候 收到信息 说 Lamuria 将会在大约 一万五千年之后 会沉 所以那时候 那些人 就 已经 率先在地底里面 兴建了一个地底城 而去准备 一万五千年之后 陆沉 那时候 的 Evacuation 一个撤退 所以 现在 根据这本书里面说 其实 我们的 Ancestors 也就是我们的祖先 居住在地底里面 而且 有一个很有趣的Fact 就是说 人类原本有十二尺高 这些是一本书说的 至于是真真假 暂时 暂时 未有科学的方法 去证实到 只不过根据这本书里面 这么说 到目前来说 你的研究方面 资料搜集方面 我们得到有什么信息 有什么启示 和2012里面 将会有什么可能会发生 其实 刚刚Yves所说 地底的Lemurians 在地底居住 其实 和2012都有关 因为 他们下了去地底的时候 他们是 一直不停地进化 而他们 已经去到 第五次元 我们地球 的人类 就在第三次元 第三次元 而他们 根据 那些人所说 就是 因为我们的地球 都在2012 会提升到第五次元 其实地球妈妈 都是一个 很活生生 一个有意识的 一个能量体 而 它是在 这个形一二 就会 进化到 第五次元的空间 而我们人类 都需要提升 我们的意识 提升我们的能量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有一个 frequency 一个频率 能量频率 现在我们只不过 去到第三次元 那个频率 那我们是 需要提升到 第四 和第五次元 就是 第三次元以上 跟地球妈妈一起 提升 那 为什么跟地底 那些Lemurians 有关 因为他们想 出回地面 而 有些 根据 有些信息 有些通灵人士 大家可能都知道 有些 有些人 可以 收到一些信息 那 他们就说 那些Lemurians 其实很希望 因为他们的 靈性上 已经很进化 他们也给了很多 有些 Masters 也给了很多通灵的信息 给我们 一些地面的人 就说 他们 都很希望 我们人类 都可以提升 进化到第五次元 和地球一起提升 那 其实 时间 大概是2012 左右 但是 因为我们现在 人类 在第三次元 我们是处于一个 两极化的 意圆性的意识 很多东西都是 是非黑白 好还是不好 也有很多 负面的情绪 我们做人处事的态度 例如我们有很多 憎恨 一些不公平 战争 互相残杀 利益 冲突 所有很多东西 我们需要转化 我们思想需要转化 那一刻 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时候 其实他们 都不会说我们会灭亡 我们需要提升 他们就会出来 和我们一起提升 我们在香港人 很多人的看法 看人类 都很悲 都觉得好像 都没有什么希望 等着 找个大战 再挂一挂醒他们 但是我们大致事故 第一次世界大战 接着在纪念碑里 就算是不要再来过 但我们人类的记忆力很差 很快就忘记了 又再来过 好了 你说这样的第三次元 或者第五 其实是一种感受 上的灵性的感受 是要我们自己 地球人自己去启动 或者是经历过 一些灾难性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 就是水位升一升 我们那些很多大城市 这每一部分 就是水泡眼尾 我们就很明显 会想一想我们的行为 这是一个带动 带动我们要改 到时我们不能不承认 我们的行为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还是有另一种力量 会自动感染我们 或是有些人 他已经有这样的倾向 到时他就会提升到 那个境界 其实你所说的两方面都有可能 首先第一 你说 可能有些事会发生 令到人醒觉 这个都有可能 其实我想近几年来 都很多事件发生 亦都其实真的很多人 转变了他的思维醒觉 大家都开始看到 global warming 开始懂得去环保 很多事情在发生 转变着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感觉到那个急切性 而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如果自己 可以选择去醒觉 去走一个正面的路的话 其实我想 当我们人类提升的时候 所有事情都会 比较容易些过 不需要经历一些灾难 要我们醒觉 而其实 另一方面 说回刚刚有些古文明的信息 其实除了马亚之外 亦都给了一些 提示给我们 其实不是末日 例如说 西藏 蜜中 佛达那些 他们说的是 我们接下来 是有个黄金时代 刚刚Yves也说过 暗世代 是完结了 我们接下来 有黄金时代 过往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 黄金时代 曾几何时 我们最近期 就是Atlantis以前 他们度过一个黄金时期 只不过他们 选择战争 因为他们用错他们的power 所以就灭亡了 其实很多人 很多灵魂劇 今世来地球 原来说很多灵魂 印度教 印度教也是说 暗世代就完了 未来有一个光的年代 亦都有一群人 他们叫 enlightened ones 即是一个 觉悟了 开悟了的人 一群人 而印家族 他也说 我们会联合 大家都会重新联合起来 一个大家庭 因为现在 我们在第三次元的世界 我们是很分化 大家是各自各 只顾我自己 只是 和其他人 没有一个联系 和大自然 没有联系 我们未来就会看到 所有事情 原来都是要联合一齐 会有一个新的文明 新的文化 一些旧有的模式思想 旧有的体系 制度 都会变 都会转变 始终我在我们的观察 和我们体验到 地球人会不会自动波去变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自动自觉 都挺难 不过 所以最简单是沾浸 你几个城市 水位高一高 全国的MTR就失去了 大家会立即坐在那里 对着水去想一想 我觉得 在现时的形势 人类不会自动自豁 反而担心 不是一个灾难 而是几个灾难一起来 即是突然之間是 其實現在你感覺到 回到8月今個月 其實很多大型事情發生了 如果看回亞洲區來說 你數一數 很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幾乎要走路 前幾天 泰國佔領電視台 現在還在想著 殺還是不殺 譬如馬來西亞 現在安華贏了選舉 即是將會重新執政的時候 馬來西亞有一個大變動 印尼 印尼又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可能是有一個很大的重新執政 巴基斯坦 穆斯卡 又是要走路 陳水片 台灣 即是民主的台灣 現在是走還是不走 即是你開始看到 我還去提醒你 全數個州 亞洲區這麼多國家 買軍火是買的最多 即是花他的錢 花他的錢 花他的軍火 買軍火 現成的軍火 即是可以作戰的軍火 買的最多 即是他現在有錢 現在有錢 但有錢之間是買軍火 你买军服就是打仗 或者拿着一支枪来跟你讲 这个世界当然是这样 因为有枪跟你讲 零射讲得大声一点 我觉得这个政治的动动 的变迁 其实人类已经经历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 整个地球的政治变化 都没有学到东西 那么短的时期 有那么多国家都一起 是我想起一个很近期的经验 就是1989年的苏东坡 就是苏联解体 突然之间令到东邮所有 一个骨败效应 就完全改变了 就是你想想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 这样的国家都是很不安 很不平均 很不安 但是你看看它背后 每一个政权的跌下来 都会有一个很容易解释到的 好像巴基斯坦的独裁 独裁了这么久 很多人都想起来很久 你说陈水扁 台湾的政治的过去 都是贪污的 随随便都说 国民党也是这样的 那我还有什么特别呢 就变成了很多东西 我都可以解释到的 没有什么特别 人类过去都是这样的 重复的 如果你想想现在2008至2012 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人类要作这么大幅度的改变 除非真是很大件事 就会有 我讲一个很实例给你 911 经过911之后 很多美国人是醒觉的 我们不能再这样 对其他民族 有很多人甚至 他亲自去 去学阿拉伯文 亲自去看 到底可兰经是什么 亲自去看 到底伊斯兰是什么 很多很多书都是由国安时出 想想如果人类 不是一个很大 真的大到很紧要的 死到临头 都挺难做改变 所以我说 你要怎么来到 冲击人类呢 我自己都不觉得 自动自觉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人类 自己做出来的灾难 所以几次的大战 大家在纪念碑里面 然后发誓不要再来过 个个又跟着又再来 因为人类的记忆 已经很短暂了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都是有些小灾难 浸泡你的国家 浸泡你的纽约 浸泡你的伦敦 那些有钱的国家 孟加拉 浸死了几百万人都没人理 香港浸一浸 那时候真的人们会有机会醒过 当然有些人这么说 我星人我星人 为什么他不出现地球呢 让我们看一看 如果所有大城市突然之间出现 我们就整个醒过了 有些人对中国也是这么说的 神为什么不出现呢 你就做些Miracle给我们听 再在我们香港的海港 就分了分了水 香港人不信就信了 那也有些 你看网上经常都看到的 这些所谓无宗教主义的人 他说有神有神 这个神呢 我全世界有几多伤层的 人无手无脚 神你帮我删 我删他就删他出来 那我立刻相信你 当然了 我已经没有这种出现过了 他们的解释就是 神给我们一个判断是非的能力 吃到苹果 开到销 最后就要我们做一个选择 人类的将来是要我们的选择 我们选择邪恶的道路 那我们就制造地狱 但你不要忘记 神给我们选择 两个选择一个 就是耶稣 就是到底放耶稣 放大杂巴拉巴拉 我们都选错的 我们经常选错的人 知不知道 其实刚刚李永康 他说起一些 他见到很多亚洲国家 有很多在政治上面的变化 其实无可否认 2008年是一个转变的年份 你看到世界各地 无论天气 政治 这些宏观点的层面 是一些变化 好和不好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 其实很多 看回一些灵性舒适的销售量 或者一些讲心灵 讲正面思想的舒适 在近几年 突然间那个销售量 是以倍增的 是以倍增的 那究竟以这个 只是看这个 phenomena 去看 那究竟 那些人是不醒觉 他们是不 aware 还是根本上 他们其实心里面 都开始意识到 他们心里面 是有一个渴求 去改变 我以前也提过 在美国有位医生 他是一个急症室医院里面的主任 他的名字叫Dr. Stephen Greer 那他小时候 他爸爸妈妈 是差不多印第安人 就是美国土著的 有点混血的 那他们 他的家庭背景是很差的 那他说 至一般来说 他应该到他年轻的时候 应该犯罪了 入了所多监很久了 但是他有一次 在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他在街上 和朋友玩 就突然之间 看到那个飞碟 外星的物体 那么这个经验 是令到他人 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么在他一本书 他有一次 他在他家里 是讲了四天的一个演讲 那么他将那些资料 就写了一本书 那么他当时 这个经历 是令到他很大的改变 他变成一个很乖 很勤力 很发烦的年轻人 那么也都是 读书 就是日头读书 晚上做事 很辛苦很勤力 就是成绩下都很好 但是他其中有一次的经历 就是 他因为有一次 在单车 就在单车 就弄伤了一脚 那么他又穷 也都不知道那个问题 就是严重性 那么他没有理他 那么最后呢 他的脚呢 是出现了 叫做 Septicin 就是血中毒的 那么他已经昏迷到 差不多是 接近死亡的边缘 那么在他的 接近死亡的 那个时刻呢 他就有一个经验 这个经验呢 就是他接触到外星人 那么外星人呢 就是他被他 就是感受到 原来呢 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境界的 有一个外星人的境界 另外一个能量的境界 那么他 走回他的肉体的时候呢 他那个伤口呢 整个正身体呢 就一直一直好 是没有任何的医疗之下的 那么好了 那么他接着呢 就进了医学院啦 那么就成为一个医生啦 养儿活女啦 那么他有几个小朋友的了 那么很多年来呢 他都没有说 真的在这方面做很多东西的 但是到多几年之前呢 他就觉得呢 他要将外星人的讯息呢 是给地球人知道 就是他觉得 这个他是他那个 他的 mission 是要做这样东西的 那么他就辞了他份工 那么就 full time 去做这样东西的 那么他 如果你上网看啦 如果这样打 Dr.Steven Greer 或者disclosure project disclosure project呢 就是说呢 要揭发那个外星人的真面目 那么你会看到 很多这方面的资料的 那么其中呢 他有一个他会做一样东西呢 就是他会 大家照着一些小组人呢 去一些地方呢 零星高的地方呢 就大家呢 去照号召飞碟外星人呢 就来现身给我们看一看的 那么我记忆之中呢 他都提过Manchester这个地方的 那么我过去呢 一直都希望呢 我都上去看啦 我一直都没有的 跟着他啦 自己自己不懂的啦 是不是 那么跟着他去啦 那么其实呢 这次呢 我真正正正的 遇到Yves和Cardora 那不用等着 Steven Greer带我去啦 那么我都说 Yves我真的很想知道 真的很想有这样的体验 我相信呢 如果任何人 如果能够真的有这样的体验呢 你个人一定变得很厉害的 我们过去访问的几个朋友 包括Niu Gu 这位南非的英国人 他都是小时候呢 是有这样的体验呢 他将他一身是改变了的 那么当然呢 最简单的方法来到 就是转化我们呢 就是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啦 但是天 cooked外星人呢 都不是不完了 这个冲击呢 那我相信会加速我们的改变 那么Yves的7月经验 他真的想重复 他亦都希望呢 有机会呢 再去南加州这个神圣的火山地域再经历一下 我都一定是很希望有机会去 如果我们网上的听众 如果你们大家有这样的渴望 你都可以跟我们联络的 不知道的可能两个星期就去到那边了 这方面的资料大家真的有兴趣 看看Disclosure Project Dr. Steven Greer G-R-E-E-R 我们将我们今天所讲的 Eath和Cadora的体验到 和摄录到的影像 我们都会上网 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 好了 大家看到2012年 就不是好像Y2K Y2K的当时讲到灾难性 我们这么依赖电脑科技的闻名社会 如果电脑一旦不成功 真是很严重的 但结果可能因为做了准备工作 因为这方面讲得多 政府都知道 在电脑的各方面都更改了那些旧的program 所以结果没有什么大事 我自己公司也有个电脑的程序 都发现时间是乱了的 不过很幸运 我需要的资料和时间没有关系 所以这么说电脑的问题 很多人都知道 只不过我们是及时做些补救工作 是令到Y2K是没有什么大事出现过 好了 2012年也都看到了 虽然我们曾经都提及了 不同的媒介 不同的科学的全体都有说 如何毁灭 地球如何毁灭 但是说来说 时间都不吻合到2012年 现在我们看看改变的情况 不是灾难性的改变 是灵性的改变 但如何改变呢 都是一个迷 我始终是觉得一个迷 当然最容易最容易 就是小灾难出现一下 浸浸浸我们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外星的能量 比较多感染我们地球人 令到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催眉劑 令到我们快点领悟得到 做不做到呢 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大家在听众 在这方面都有特别的经验 或者有特别的看法 都可以通知我们 或者上另一个电台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Yves 卡多瑞还有没有这方面的 或者补充一点 其实外星人都给我们很多信息 我们通过蜜田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他们做很多不同的蜜田圈 就给不同的信息 有些是相关于2012 有些是相关于一些新的科技 有些信息是 有些人 研究者 其实真的将它解码 就是告诉我们的人 其实信息是什么呢 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 嗯 我也想说回一点 其实无论是2012 究竟是不是世界每日都好 大家都应该去想回 究竟现时的生活方 可能是一个提醒 是令到我们 这个是一个choice point 给我们去选择 一个醒觉 究竟我们如何去继续我们的生活 究竟应该是大家去打仗 大家会有很多仇恨 愤怒 大家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那还是我们会以爱 以关怀 以和平 以peace 去带来 就是去继续我们的生活 这个 先不要想去究竟 这个是不是一个世界每日 但是我们要想回 我们是不是应该 更加有意识 更加去 看我们现时的生活 现时的社会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而这个选择 是在我们的手里面 我相信每一个人 有一个力量 去改变周围的环境 好 多谢我们嘉宾Gadora 和Yves 这个时间过了一点 不要紧的 我们下个星期 我们会继续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